首次上稿 13点更新时间 14点04分 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封面逐步逼近台湾 外岛的金门将首当其冲 气象局已在今中午11点36分发布即时天气讯息 由于封面接近 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并将移进金门地区 同时宜兰及北部山区又对流发展 请民众慎防瞬间大雨 雷击及强阵风 气象局表示 封面旺盛对流云系已接近金门地区 同时受到水汽增加影响 午后北部 东北部有对流发展 在下午1点25分针对金门 宜兰及新北山区发布大雨特报 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 封面将在入夜后接近台湾本岛 西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 或雷雨的天气 明后两天全台各地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并伴随油打雷现象 气象局也针对东南部地区发布及时天气讯息表示 由于西南风过山沉降增温 亦有焚风发生 大雨气象战高温一度高达37.4度 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并预防中暑